安波华语足球快训2023年12月05日 枪手愿连胜不停顿 英格兰超级联赛周三凌晨在赢角逐 届时阿仙奴将会做客卢顿 两队目前积分差距多达24分 加上客军目前手握5连胜 枪手此行剑指6连胜 卢顿目前伤兵满盈 包括前锋卡奥利活组和中场爱巴鲁干加在内的多人 因为不同的伤病问题无缘是一组赢枪手的比赛 球队甚至需要从青年队中调上几名年轻球员 才能补齐大名单 足见过多的伤员令本就实力孱弱的卢顿雪上加霜 球队未来攻防两端面对的压力会更加大 不管是G奥索等防将领衔的防线 还是卡尔顿莫里斯领衔的封线 都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需要指出 卢顿经济投14轮联赛过后仅仅取得二场胜利 甚至来到前轮联赛才刚刚取得赛季首个主场胜利 他们经济主场表现之差可想而知 更为不利的是 球队经济攻防表现亦令人失望 军场得失球比位0.93比1.86 他们经济常常有失球 而在十轮有入球的比赛中 只有一轮能够在上半场取得破门 毫无疑问 开局慢热的表现 亦是球队经济发挥糟糕的原因之一 随着上轮曼城3比3战和热刺 以及阿仙奴2比1战胜狼队 14轮过后枪手以2分的优势战略榜首 全队上下士气十足 除此之外 球队近期一赢来利好 近5场各项赛事大获全胜 其中得失球比位14比2 攻防两端尽善尽美 和卢顿存在开局慢热的情况不同的是 最近5场各项赛事 枪手多达4场上半场 能够取得最少一球领先 交手朗斯1亿 半场甚至领先到5比0 逐渐率先发难 是近期枪手迎波的关键 队长马田奥迪加特近期缴风颇顺 此子近二仗均有入球贡献 他绝对是枪手进攻端地重要一环 至于卡尔夏威斯在此前击败宾福特 以及大潮朗斯的连续二场比赛中 同样亦能连场破门 这两位中场球员出色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弱封线三叉戟的 进攻压力 加上迪格兰赖斯在攻防两端平 有亮眼表现送出 不管是从阵容面 近况还是赛季发挥的角度出发 阿仙奴都是两队中更加的一方 此番对话 阿仙奴剑指各向赛事六连胜 阵容方面 后卫阻力安天巴和中场汤马士伯迪等人均因伤缺席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